026年6月和廠商租約到期後 將整棟大樓改為青年房舍出租 或改為社會住宅 侯伴前一天大動作開記者會 秀出侯友宜妻子任美玲公開信 金浦聰也親自作證 要替凱旋苑爭議執寫 畢竟這似乎重創侯康選情 因為最新美麗島電子報民調 藍綠差距持續擴大超過雙位數 賴消支持度更再度震上四成 但把凱旋苑捐作社宅 看在專家眼裡該賺的依舊 一分也不差 專家分析捐出來當社宅 根本是穩賺不賠 畢竟政府相關補助可不少 不只所得稅有減免房屋稅 和地價稅也比較自用住宅 可減徵 每年每戶還可申請一萬元 修繕補助 若以凱旋苑一百零三戶 來計算 賦稅減免金額 加上相關補助就將近兩千萬 你們收到錢根本沒有少 只是把差額變成政府補貼而已 以拖待變 有心幫助青年 現在就可以做嘛 面對質疑侯伴則反槍綠營 是想轉移賴清德老家違建問題 讓美齡拋出捐社宅想平息爭議 但三年後才兌現是否會延出必行 恐怕還是大上問號